這是在新町的消息 婚外情所變成 鄉殺案 新町有一個四十二 生五歲的女婦人跟他的董事 生王一個小姐 發生婚外情 日時平安 那個暗時 兩人因為禁止 救婚殺完結 這個生五歲的女婦人 這個生氣將如風來殺害 兩天後 將失去再到九月去斷掉 輸後不甘得良心的這個職務 主動導演 大家才知道 有這件鄉殺案 鄉殺外頭 五歲男主 在警方以前的時候 頭都似乎沒有說話 因為是手中婚外情的對象傷害 事後 沒到現在是良心的堅持 主動向警方導演 警方中嫌犯 住在案發的第一現場 那就是五歲嫌犯 住在住在二千案件 根據月公司跟已經結婚的 婚姓入住是當初的關係 從一年前開始發展婚外情 但是五歲男主 有疑似欠婚姓入住二十多萬 比多處對賊 在二十時沉默 兩個人 因為緊急救婚發生口角 五歲男主一收起 用電擊棒 把婚姓入住 電腦亂去之後 再用迷背 將去吸血 兩人之後 住婚教科 彈跳 本分局員警在今天六點半 帶同無性嫌疑人在棄屍現場 巡獲被害人遺體 除了被害人的死體 然後警方也將五歲男主 以殺人罪 以上發辦 這因為一時的憤怒 雖然討厭手 爭守世紀控制 也讓自己 協會目擊 好